長時間戴口罩有痘痘問題的人不在少數 網路上流傳吃黃蓮 兩三天就能消 有同學就是男生長痘痘 然後他吃很多黃蓮 對 聽說後來好像有好 有製成那種藥碗 口服的 還有一些像擦的 它在痘痘上 對 黃蓮能降火氣 因此臨床上會用來治療痘痘 清熱造失 本身也有泄火的功能 常見的是用在腸胃道的症狀 皮膚方面的丁瘡腫毒 如果是有熱像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使用 還是要依照體質來考量 我們會用在 它是比較屬於食熱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腸胃道有熱的情況 就是比較虛熱的情況 比如說像月經要來長得痘痘 或者是熬夜 可能就不一定會用到黃蓮 如果本身就有筋痛 子宮比較虛寒的一個情況 它就可能造成它更痛 臉上冒痘的原因很多 治療方式也不同 醫師提醒不要自行用藥 還是要經過專業診斷治療 大愛新聞台北報導 臥底下 時間下 時間下 時間下